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就去到这些附近的咖啡店去卖凉茶 那个时候呢 老板们其实都不接受所谓的浓缩饮品 尤其是浓缩的凉茶 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过 也没有喝过 也许多的吐槽 遭到许多的吐槽和拒绝 但是妈妈就永不放弃的精神 继续的一家一家的跑 我们也是跟着妈妈一家一家的咖啡店去跑 就这样子 有一些老板当然也是愿意支持我们 我们非常感恩 他们会一瓶买一瓶两瓶来支持我们 就是这样子开始我们整个的这个历史的旅程 所以现在从以前没有人知道 知道现在基本上开咖啡店来说的话 在当地的这个沙老月 他们都会开始在找 或者是在买这个浓缩饮料 不管是不是我们的牌子 但是我们确实很开心 也改变了这个当地的饮食的文化 然后也把这个独创的沙老月三十奶茶 来介绍给更多的人可以喝到 然后也可以把这个产品 变成我们沙老月的具有代表性的饮品之一 那我相信在两年多前 这个疫情来到我们这个马来西亚 是没有人想过会发生的事情 包括我们在当中也是 所以起初呢 遇到这个疫情 的确是没有一个方向 也不晓得应该做什么 因为很多的这个餐饮业 基本上都是被迫这个要关 不能够做饮业 所以也导致到我们的生意下滑 但是我们也是借着这个疫情 我们加快我们的步伐 来去进行这个灌装的饮品的市场 所以我们也是很感恩 有这个疫情的来到虽然是对我们公司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身为一个企业家 我们就有一个正面的态度来去应对不同的这个挑战 所谓的这个我们不能够坐以待毙 我们应该要想一些的出路 每一个不好事情的发生呢 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机会 只是说你要用什么心态来去看待这个的困难 那我个人本身遇到的挑战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过程方面的话呢 那我相信其中一个应该就是这个转化吧 这个整个的一个从浓缩 以前我们做所谓的B2B生意 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它换去B2C的这个模式 那这个的确也是一个不同的领域 那我们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那从这个从从饮这个从事这个浓缩的营业 我们要转换成这个冠状饮料的市场 来去做不同的顾客群的 起初是蛮挑战的 因为每一个每一个的这个超市啊 你都要去还这个所谓的listing fee啊 所以在金钱资金方面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不容易 所以我们也会开始跑着这个啊 融资的计划的方式 来去整合整个市场的资源 来去把我们的整个市场去做到更深入了 能够更最快的方式 最有效的方式来去做到整个市场 尤其是新的海外的市场 那个更是不容易 因为在海外来说的话 更多人不认识我们的产品 也没有试过 没有喝过 没有看过 所以我们要让一个新的市场来去认识我们 来去认识独特的这个沙拉业饮料 也是一定的难度 尤其是在广告宣传方面 就要下更多的功夫 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让更多的人会愿意去尝试这个的产品了 其实像之前也是有遇过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企业 前面六年都是亏钱的 从来没有赚过一分钱 那个时候基本上爸爸已经是要放弃 想倒回去这个做工的环境 因为我们我其实是出生在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 爸爸是一个打工仔 妈妈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所以能够走到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工厂 可是那一段时间 大概我觉得我应该大概那个时候是15岁吧 大概是15岁的时候 我记得就是有一次 已经是公司基本都不赚钱了的 每一年才可以亏着 每一年才亏钱 然后还被人家骗 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伤心 我爸爸妈妈都很伤心 那那个时候我能够做的呢 因为我只是一个中学生嘛 那个时候 所以我就是只能够把我的银行的储蓄了 所谓的这个红包钱 压税钱 就全部的来去给我的父母来去做这个资金了 做转 这个那个时 那个时刻 我觉得是最大的这个 很难过的一个时期 这个叫什么 一个过渡期 一个低潮了 我们那个时期是一个 算是一个最低的低潮 可是妈妈就是永不放弃的精神 一直坚持要把这个生意继续做下去 那我们也 也跟着妈妈的步伐了 来去把这个市场 来去继续的做生 来去改变我们的包装 之后慢慢好转 之后也是有推出一些新的产品 像这个三十奶茶糖 这样就慢慢的把我们的这个事业 做更上一层了 其实我从我的父母身上 从妈妈身上 就是学到不一样的功课 从爸爸身上 也有另外一个功课 那在妈妈身上 基本上的话 就是在所谓在管理员工 卫生跟这个水准方面 这个整个quality的control方面 那个这我实在是上看到 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那在父亲身上呢 基本上就是在整个公司的管理层 那我以前 我毕业过后呢 我是去到新加坡打工 我其实是要去学习 去看一下外面的市场 外面的这个工作环境 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了 爸爸妈妈其实叫我回来 因为公司缺乏人手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有HALO 基本上GMP HCP是还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回来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GMP做好 做好了之后呢 个两年我们就说 应该要做HCP 所以又是我去执行这个HCP 所以目前我们公司的准证呢 就有HALO GMP HCP 跟这个马来西亚 卫生准证的MST 这个基本上 其实这些的准证呢 是一个所谓的prequisite 我们要出国前的 必须拥有的这个基本条件 也因为说我们已经准备好 把我们的产品带到全世界 这些东西 我们要去吃 我们要去吃 沙拉越山寿奶茶倒了 熱熱的天氣喝冰冰涼涼的飲料 送啊 而且他媽有半袋coconut的口味哦 我要再去Leafs的Facebook order了幾罐盾之前 你吃飯吃飯去order啦